哈喽,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 蚂蚁抬面包 小猪佩奇和乔治狐狸弗雷迪 在花园里坐着 呆呆地观察前面的三只蚂蚁 这三只蚂蚁 拖着一块小面包 从佩奇它们身边穿过 蚂蚁走到前面 碰到一块石头 于是 它们拖着面包绕着走 这时 佩奇起身离开乔治它们 回到家打开冰箱 从里面拿出一个红苹果 拿上苹果的佩奇 走到蚂蚁的前面 把苹果放下 乔治和弗雷迪走到佩奇面前 大家都看着这三只蚂蚁 蚂蚁看到佩奇它们 于是蚂蚁散开了 丢下了面包 躲在刚刚经过的大石头后面藏着 蚂蚁肯定是被吓坏了 我们要在旁边细细地观察 不能有太大的动静 于是 乔治和弗雷迪它们都躲在大石头后面 看三只蚂蚁选择面包还是苹果 这时 三只蚂蚁探了探头 发现周围没有危险 又排着队去了刚刚丢掉面包的地方 排头的蚂蚁绕着面包爬了一圈 又绕着苹果爬了一圈 在原地静静地待了三秒后 爬向刚刚等待它的两只蚂蚁那里 于是三只蚂蚁选择了面包 抬着面包走了 蚂蚁的团队精神值得我们的学习 互相帮扶 一只蚂蚁是抬不走面包的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 哈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 佩奇的冒险之旅 猪爸爸正在沙滩上放上沙滩椅 准备在这里好好地睡一觉 猪妈妈在一旁给自己敷面膜 乔治和小恐龙一起在沙滩上堆城堡 佩奇正在沙滩上 吃力地玩着滑板车 这时 远处地飘来了两个游泳圈 佩奇心想 这下我们可以去探险了 你和小恐龙一起玩 我去探险 回来给你戴海盗帽 于是 佩奇躺在上面 海浪把游泳圈推到海里 佩奇坐着游泳圈上 离沙滩越来越远 这边 阿奇正在开着快艇巡逻 嗖嗖嗖嗖嗖 快艇开得飞快 坐时 一阵求救声传来 救命啊 救命啊 原来 是海面上的佩奇在大声呼救 佩奇本来说 去小岛上去探险 小岛没找着 这边 猪爸爸猪妈妈 发现佩奇不见了 正在着急地四处寻找 猪爸爸问乔治 乔治 你看到姐姐了吗 姐姐去玩游泳圈了 哦 我的天哪 佩奇在海里 猪爸爸立即冲向海里 满头冒汗的到处张望 正在这时 阿奇开着快艇 将佩奇救上了岸 谢谢你 阿奇 不客气 这是我该做的 大海里是很危险的 小朋友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下 才可以下水 感谢你的提醒 对不起爸爸妈妈 我太贪玩了 想去冒险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 哈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 乔治的寻宝之旅 猪爷爷和小猪佩奇 在菜地里拔萝卜 拔着拔着 忽然 佩奇在菜地里看到一张纸 捡起了那张纸 并拿给猪爷爷 哦 原来上面画着一个箱子的路线图 我猜想 这是藏宝图的路线 宝藏会在哪里呢 我想 宝藏应该在奇幻森林里 那我们去寻找宝藏吧 很快 佩奇和乔治 跟着猪爷爷来到了森林 他们先是穿过了一片断木层 接着又绕过了一个大泥坑 最后 在森林深处 看到了一棵奇怪的树 佩奇捧着那张藏宝图 宝藏 会不会在这里呢 猪爷爷说 我们去找找看 猪爷爷走过去 准备推开树前挡着的大石头 可是推不动 于是 佩奇和乔治 帮助爷爷一起推 用铲子开始挖宝藏 很快 猪爷爷就挖出了一个小箱子 宝箱 宝箱 猪爷爷把宝箱搬了出来 佩奇打开宝箱 发现里面 竟然是玩具小恐龙 原来是个恐龙 虽然 佩奇不开心了 但是乔治非常开心 因为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宝藏 乔治开心极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